阿呆跟着邱耀康走进地下室尽头的另一间房间 房间正中央摆放着类似机场安检一样的金属门框 门框上插着大大小小各种颜色的十几根电线 电线的另一端连接着一旁的大型机器 邱耀康先在阿呆面前演示了一遍 从门框里走过 到你了 阿呆觉得维克尔说得不错 他的这个朋友脑子应该是有点小问题的 快一点 阿呆耸耸肩 他学着邱耀康的样子从门框里走过 这什么玩意儿 邱耀康对此早有预料 他走到一旁的大型机器边上 查看屏幕上显示出的数据报告 最近我听人说起过 丧尸死亡后有极小的概率 在体内留下一种具有特殊能量的结晶体 某些特殊体质人群可以吸收这种结晶体 我把这种结晶体称为液化结晶 我不清楚这是不是一种一变 液化结晶对于人体的作用还有待观察 从目前我搜集到的信息来看 液化结晶对人体几乎都是正面的增益效果 你说到的特殊体质人群应该都是玩家 对吧 你应该也是吸收了液化结晶才导致身体的液化 你的身体液化程度相当高 各项身体素质也比普通人要来的高 特别是感知能力 是啊 因为我等级高吗 你一定是吸收了大量液化结晶 邱耀康盯着阿呆 是不是 回答我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你猜对了 阿呆现在只想早点结束这个任务 他说着从背包里拿出一枚净化结晶碎片 顺带一提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净化结晶碎片 我做过很多次研究 也亲手杀过不少的丧尸 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这种结晶体结构 当然了 NPC杀丧尸是不会爆结晶体的 我想大概是你的运气不太好 这什么玩意儿 你获得物品 改良型丧尸化力量强化基因药剂 物品 改良型丧尸化力量强化基因药剂 制作者 邱耀康 说明一 利用丧尸病毒制造而成的药剂 使用后可永久提升力量属性一点 该药剂可重复使用 最高可累计提升5点力量属性 说明二 使用该药剂会导致玩家基因状态不稳定 获得负面状态 基因混乱 每次服用后提升该状态10%至30% 累计提升至80% 玩家将直接感染丧尸病毒导致死亡 说明三 玩家可通过消耗精化进行销处此状态 我操太好了 这没结晶体 我要了 我从不白拿别人东西 这个算是报酬 妈呀 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 类似这种药剂玩家也能够制作 但至少也要在游戏中后期 而且制作所需的材料很多很杂 成功率也不高 以往的服务器中 这类药剂和药剂原材料 都被大游戏工会和游戏公司牢牢把控 你不用改良型丧尸化力量 强化基因药剂 你的基础力量值加1 多次服务盖药剂 效果会逐渐降低 你获得基因混乱状态 你的基因混乱状态 提升至13% 你可以消耗13枚进化结晶碎片 或者一枚完整的进化结晶清除此状态 帮我转告一下维特尔 我需要让他帮我多收集一些这种结晶体 我的下一步研究会用的 秋耀康伸手摸了摸下巴 思索着到 至于报酬的话 等一下下 你那些改良药剂还有没有 这种药剂还存在缺陷 多次使用会有感染丧尸病毒的风险 你可以查看一下你的手臂 手臂 他带文言履起防护服 查看手臂 他发现手臂上从手腕开始 浮现出一种丧尸独有的青灰色 青灰色逐渐向上 蔓延至胳膊 看起来有点害人 就这 他手上进化结晶碎片多的是 直接消除掉就好 我懂 药剂的负面状态 我了解的 我可以用进化结晶碎片和你换 你看 这些够不够 他看了看阿呆 心里奇怪 他是怎么能弄到这么多结晶体的 不够的话我还有 第一步研究至少需要100枚结晶体碎片 如果你 退后 我要开始装病 成 我给你200枚 阿呆现在背包里 还剩下将近400枚一花结晶碎片 他一直都苦恼找不到地方去消耗 现在能够用这些碎片 来换取直接提升属性的药剂 实在是太赚了 好吧 使用药剂的副作用已经和你说过了 你跟我来 邱耀康和阿呆一起重新返回先前的实验室 他打开角落里的密码冰柜 将冰柜里摆放着20枝药剂的盒子取出 这种药剂是我最新的研究成果 因为原料的关系无法大量制造 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 药剂效果会逐渐减弱 直至完全无效 目前药剂种类分为力量 迅捷 体质三种 还有就是副作用 普通人使用三支药剂已经是极限 再继续下去 就会有极大的风险感染丧尸病毒 有风险感染病毒 我不怕 我手里净化结晶碎片多的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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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